从前从前,在一个很冷的国家,住着两个小孩,跟他们的邻居们。 他们两人的感情非常好。 女孩叫做格达,男孩叫凯尔。 他们常常一起玩。 每天晚上,格达的奶奶都会让他们围在壁炉前讲故事。 那晚,奶奶说了一个冰雪王后的故事。 孩子们,冰雪王后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。 她有着深绿色的漂亮眼睛,但是她却非常坏心。 她会用雪橇骗小孩,抓住他们变成冰雕像。 就像她的头发,她的心也像冰块一样。 奶奶,好可怕哦。 万一她来我们家呢,我们应该要能保护自己。 孩子们,这是真实故事。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搭陌生人的雪橇。 如果搭了,将会发生很可怕的事。 第二天,凯尔跟格达像平常一样去外面玩滑雪的游戏。 凯尔还在回想奶奶说的故事。 哥达,我昨天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突然想到,冰雪王后,她也会融化吧? 如果我们让她靠近壁炉,或许可以让她融化。 这样一来,冻住孩子的咒语也会被破解,就能重获自由了。 凯尔,你少声一点。 她可能会听到觉得非常生气,我们要小心。 我一定会让冰雪王后融化的。 事实上,冰雪王后可以听到各地细微的声音,就算是弃音也是。 在听到凯尔嘲笑她的话之后,冰雪王后决定把凯尔带来皇宫,把她永远变成冰块雕像。 她立刻派出漂亮的巡路雪橇,去孩子们在的地方。 哇,天呐,好漂亮的雪橇哦! 格达,你觉得我们要不要试做看看? 故事中的冰雪王后也有雪橇,不过应该不是这个。 你看,好漂亮哦! 这架雪橇全部是银色的,好亮哦! 凯尔,不行,不要搭。 记得奶奶说的话吗? 奶奶她警告过我们,千万不可以搭陌生人的雪橇。 真的很漂亮,我搭一下就好,然后就下来。 等凯尔搭上雪橇之后,巡路立刻飞向空中,几秒的时间就看不见了。 冰雪王后把凯尔带到皇宫。 凯尔非常害怕跟后悔没有听格达的话,但是太迟了。 过了几个月,一直都没有凯尔的消息。 几个季节过去了,雪融化了,夏天到了。 格达还是很难过,他终于决定去找奶奶。 奶奶,我想去找凯尔,我真的很担心,也很想念她,请让我去找她好吗? 有个条件,我相信你,你是个勇敢的女孩,我希望你能一直戴着我这面魔法镜子。 奶奶,这面镜子对我有什么帮助? 当你遇到冰雪皇后的时候,让她看看镜子,你就知道她对你有什么帮助了。 格达把镜子放在包包里就出发了。 穿过森林,他来到一个小房子。 因为他很累,所以他敲了门想要休息一下。 一位好心的女士打开门。 其实,她是位好心的巫师非常乐于助人。 孩子,快进来吧,我们都在等着你。 我知道为什么你来这儿,我会帮你的忙。 你要去找你的好朋友凯尔,对吧? 我的猫咪棉花会告诉你它在哪里。 这是真的吗?非常谢谢你。 格达立刻找到在壁炉旁,窝在枕头上的棉花。 亲爱的棉花,我要怎么才能找到凯尔? 喵,在森林尽头的小屋里有个小女孩。 他要我让你马上去找他,他知道你的朋友在哪里。 喵! 格达谢谢他们后就离开了。 他走了又走。 等他终于到达森林尽头的小屋时,天已经完全黑了。 小女孩在他到门口敲门前就已经在等他了。 欢迎你,格达,我一直在等你。 进来坐在壁炉边,然后吃点东西吧。 我这一路又饿又累,真的非常谢谢你。 吃完以后就快点休息吧。 不要担心,明天我会送你去冰雪王后的皇宫。 一大早,他们去后面的古仓,那里有两只漂亮的巡鹿。 小女孩可以跟巡鹿沟通。 她在他们的耳旁滴雨,要他们带格达去冰雪王后的皇宫。 他们立刻准备了美丽的雪橇。 你这样帮我,我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。 不要害怕,祝你旅途平安。 我的巡鹿会带你去皇宫找你的朋友凯尔,请带着这个。 于是,格达搭上巡鹿拉的雪橇上路了。 他们旅行了好几天,每个地方都覆盖着白雪。 幸好小女孩给了格达厚外套、帽子跟温暖的毯子。 我现在正盖着温暖的毯子,搭着雪橇到处旅行。 如果能跟凯尔一起搭,一定很开心。 希望回程可以这么做。 经过几天的旅程,他们终于抵达一座闪耀的白色皇宫。 格达知道,他们到达冰雪王后的皇宫了。 亲爱的巡鹿们,请等等我。 我要去找我朋友,快马上回来。 他直接走进皇宫。 每样东西都是冰做的,到处都是冰柱。 他在皇宫里走来走去,但是完全没看到人。 凯尔!凯尔!你在哪儿?凯尔!我找不到你! 他的声音回响在皇宫中。 当他走进位在最顶楼的房间,终于他看到凯尔像雕像般站在房间中间。 凯尔!凯尔!快醒醒!说说话! 凯尔!我亲爱的朋友,我很想你!终于找到你了! 他一边哭,一边搓着冰,希望能把冰融化。 他一直哭,哭得很伤心。 他的眼泪开始融化凯尔的冰。 突然,凯尔恢复了,并开始说话。 格达,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。 我也好想你,真的好高兴看到你。 凯尔,我们等等再聊,现在赶快离开这里。 这时候,冰雪王后回到城堡,走进了格达跟凯尔在的房间。 格达吓了一跳。 这是格达第一次看到她。 她有着白色的长发,深绿色的眼睛,是个美丽的女人。 冰雪王后开始生气地大吼。 你竟敢没有经过允许就来我的城堡,还融化我的雕像。 现在坏你了,你逃不掉的,你也会变成其中一个雕像的。 哈哈哈哈。 格达害怕极了,但她知道她要站出来,对抗冰雪王后。 她突然想到奶奶给她的那面魔法镜子。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像你这么漂亮的人,但可惜的是,你的内心一点都不美丽。 我为你感到难过,你可以把我变成冰雕像,随你开心。 但是我奶奶,她给我这面镜子要我交给你,你要不要看一下。 给我这面镜子,她干嘛要给我这个? 冰雪王后拿起镜子一照,非常吃惊。 因为镜子反射的是她小时候的样子,她是个漂亮的小女孩,有着金色的长发跟深绿色的眼睛。 我的天哪,这是怎么回事? 在那当下,一阵烟围绕着王后。 她越变越小,变成一个漂亮的小女孩。 奇迹发生了,这世面有神奇魔力的镜子。 谁看了镜子,就会看到真实的自己。 原来冰雪王后有个难过的童年,没有人跟她玩。 某天,有位邪恶的巫师对冰雪王后说应该要惩罚他们,并问她要不要对那些人报仇。 身为一个可怜的孩子,她做了错误的决定,答应了。 所以巫师就把她变成了邪恶的冰雪王后。 那面镜子打破可怕的诅咒,现在大家都很开心。 非常感谢你,我被拯救了,现在我的心再次充满感激。 凯尔跟格达回去找等着他们的巡路,一路旅行回家,回到过去开心的日子。 还有他们奶奶说的故事。 从前从前,在一个小房子里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妻。 他们是非常幸福的夫妻,也很期待即将出生的宝宝。 我知道,宝宝的健康最重要,但我很希望我们能有个女儿,亲爱的。 是啊,我也很希望能有女儿,我们的女儿会像你一样。 离生产的日子越来越近,年轻妈妈兴奋地等着她的宝宝出生。 这位妈妈每天都会从窗户看到邻居高墙厚的院子,种满了花跟水果。 某天她发现一种她从来没见过的黄色叶类果实。 不知道那果实的名字是什么,闻起来好香啊。 我想一定也很好吃,我一定要吃吃看那个果实。 我要直接去找邻居问问看。 没有浪费时间,年轻妈妈离开家里。 但她不知道她的邻居是个残忍的巫婆。 她敲了门,并不知道危险的事正在等着她。 啊,哼哼。 哈喽,你好,你院子里的黄色果实闻起来真香。 我怀孕了,真的很想吃吃看,那是可以吃的果实吗? 当然可以,我可以给你。 它尝起来很美味,而且对身体很好。 那也会对宝宝好喽。 那当然喽,尤其是对准妈妈来说,但是记得,因为它很珍贵,所以你只能拿一颗。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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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全都在我的计划之中啊。 年轻妈妈一回到家里,就立刻吃完了。 但她还想吃更多。 快带那果实给我,如果我不吃的话,我生不出宝宝。 别担心,我会尽全力带回来更多那个黄色果实的。 天色慢慢暗了,无助的丈夫爬过高墙,拿了他妻子想要的果实。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,每晚,她都会偷偷地进入院子。 未经允许进入邻居的院子不是件简单的事。 这位坏女巫其实是故意设圈套给她们。 她知道她的邻居即将生产,一定会因为这个香气很想吃果实。 女巫想要她的宝宝很久了,不管怎么样都想带走她的宝宝。 某天晚上当男子再次进入院子时,女巫当场逮到她。 她以女巫的姿态现身,真的长得很丑而且又吓人。 可怜的男子被吓坏了。 请原谅我,我妻子怀孕了,她一直很想吃这果实。 我是不得已的,因为你说她只能吃一颗。 我知道这是不对的,但如果她没吃,我怕我妻子会死掉。 我也是逼不得已的。 我接受你的道歉,但是有个条件,把出生的宝宝给我,不然我就毁了你们。 男子只好答应这个要求,没多久宝宝出生了,是个漂亮的女婴。 女巫立刻到她们家。 她叫长发公主,你们可以抚养她一年,等她满一岁,我会来带走她。 无助的夫妻只能接受。 当长发公主买一岁的时候,女巫从这对夫妻手中带走哭泣的女婴,把她关在丛林中央的一座高塔里。 她将在那里抚养这个女婴。 过了很多年,长发公主长成了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孩。 因为她从来没有剪过头发,所以有好几公尺长。 她有金色的头发,深邃的绿眼珠。 只要女巫一到高塔,就会高声呼喊她。 亲爱的金发女孩,我来了,放下你的头发。 长发公主会放下她的长辫子,而女巫会利用她的长发爬上高塔。 她的声音很动人。 整天唱歌,直到夜晚,她的歌声在丛林里回荡着,鸟儿也会飞到窗边听她唱歌。 鸟儿是她唯一的朋友。 某天,一位王子误入丛林,她听到长发公主的歌声,想着这美妙的歌声是从哪来的。 于是,她沿着声音,找到了高塔,发现声音是从那里来的。 我必须见见这声音的主人,不知道怎么上去。 当她在高塔周围绕的时候,她突然看见女巫往高塔上呼喊。 她急忙躲在树后,看到一切。 亲爱的金发女孩,我来了,放下你的头发。 长发公主放下她的长辫子,然后女巫爬上高塔。 我发现如何上高塔了。 等到女巫离开后,王子模仿女巫的声音,朝高塔上呼喊。 我的女孩,请再次放下你的长发,我忘了拿东西了。 母亲,我现在就放下头发。 很快的,她再次放下头发。 王子利用她的头发爬上高塔,见到了长发公主。 这美丽的女孩生平第一次见到其他人。 哦,你是谁?为什么在这里?我母亲呢? 你不用害怕,我是这国家的王子。 你美妙的歌声引领我来这里。 为了上来,我还模仿了你母亲的声音。 长发公主一开始非常害怕,但慢慢地发现她不是坏人。 王子已经被她美丽的样子吸引。 日复一日,王子每天都来高塔,他们不知道相处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。 终于,她向长发公主求婚了。 长发公主,我希望下半生都和你一起度过,你愿意嫁给我吗? 我当然愿意嫁给你。 我现在必须回皇宫。 我会立刻找到方法让你离开这里。 长发公主非常兴奋,一旦跟王子结婚就能够看到外面的世界。 她一直以来都很孤单地待在高塔上。 王子用长发公主的头发下来高塔,不幸的是女巫刚好看到王子。 她立刻发现这是怎么回事,心里充满了愤怒。 当长发公主将她的头发往上拉,女巫顺着爬上去。 她既愤怒又暴躁。 这是怎么回事,刚刚离开的是谁? 把你藏在这里就是要你远离恶魔,但是你一直在跟陌生人说话,还把她当朋友。 她是这个国家的王子,她刚刚向我求婚了,而我答应了。 母亲,我很开心,我正在等你回来,要全部告诉你。 什么?你在胡说什么?我告诉你。 女巫非常愤怒地拿剪刀把长发公主的头发剪到很短,并用巫术把她送到很远的国家去。 隔天,王子来了,他完全不知道女巫正在高塔上等着她。 长发公主,我来了,请放下你的头发。 女巫放下长发公主剪掉的长辫子。 当王子快到高塔的窗户时,女巫就在这里等着她。 瞬间,她受到很大的惊吓。 很惊喜,对吧?你以为你可以随便带走我藏了多年的孩子? 女巫放开辫子,惊吓得王子跌落地面。 她从高塔上跌落到树丛里,因为撞到头部而失明了。 王子从未忘记长发公主。 她骑着马,到处寻找长发公主。 她发誓就算到世界的尽头,也要找到她。 她努力不懈地寻找长发公主。 终于,某天她听到一首歌,歌声非常熟悉。 啊,真是长发公主的声音,我找到她了。 她骑着马奔向动人的声音,她来到长发公主所在的房子门口。 长发公主,我来了,快开门。 不敢相信,真的是你。 当长发公主开门,看到王子的时候就哭了。 她哭得很厉害,眼泪滴到王子脸上,还有眼睛里。 这时候,奇迹发生了。 突然间,失明的王子张开了双眼。 他们开心地互相拥抱,庆祝这个奇迹。 王子最后终于正式地求婚。 他们一起回到皇宫,重新准备婚礼。 长发公主跟王子找到她真正的父母,跟他们分享这份喜悦。 他们非常高兴可以再次跟他们的女儿团聚。 他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,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 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